好 继续来关注一下奥运圣火的传递 当地时间12号晚上的9点32分 也就是北京时间13号凌晨的2点32分 搭载着北京奥运会圣火的专机 从布伊诺斯艾利斯飞抵了境外传递的第八站 坦桑尼亚海滨城市达类斯萨拉姆 响云火炬即将开始在非洲的传递 当地时间4月12日晚9点30分 奥运圣火号飞机抵达坦桑尼亚达类斯萨拉姆市 穆瓦尼姆尼雷尔国际机场 北京市副市长 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刘敬民 手持圣火火种灯走下飞机 受到来自坦桑的热烈欢迎 达类斯萨拉姆市市长金比萨 坦桑尼亚新闻文化与体育部部长姆苦奇卡 坦桑尼亚奥委会秘书长巴依 以及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新生 在机场迎接圣火的到来 这是自1936年奥运圣火传递活动开创以来 圣火首次抵达东非地区 坦桑尼亚各方人士都对祥云火炬 在坦桑尼亚的传递活动充满期待 按照计划 火炬接力将从北京时间13号晚上7点开始 圣火将在上世纪70年代 中国元件的坦赞铁路的起点 达类斯萨拉姆火车站广场点燃开始传递 坦桑尼亚副总统阿里莫罕默德切因 达类斯萨拉姆市市长金比萨 坦桑尼亚奥委会主席拉什德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新生将出席火炬传递一事 第一棒火炬手为坦桑尼亚国务部长塞义夫哈提补 离开火车站广场后 奥运圣火将经纳尔逊曼德拉大道 最终到达终点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 最后一棒火炬手由首位成为联合国高级官员的非洲女性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安娜蒂拜朱卡担当 传递路线全程五公里 预计将持续两个小时 80名火炬手参与传递 传递结束后 达类斯萨拉姆市还将安排文艺表演 庆祝北京奥运圣火的到来 北京奥运圣火13号将会在坦桑尼亚的第一大城市达类斯萨拉姆传递 达类斯萨拉姆市的市长亚当金比萨日前就表示说 奥运圣火传递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 全体市民对于顺利传递充满了信心 金比萨说 能被选为非洲大陆唯一的火炬传递城市 达类斯萨拉姆市民感到非常光荣 奥运火炬传递将对坦桑尼亚的文化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金比萨还谴责了干扰奥运火炬传递的行为 他说奥运火炬传递是属于国际社会的盛事 任何人都不能抢夺奥运火炬 就在火炬抵达这里之前 坦桑尼亚中华总商会 坦桑尼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举办座谈会 祝福北京奥运会 坚决反对藏独分子破坏火炬传递活动 坦桑尼亚奥委会主席拉什德也应邀参加了座谈会 他表示 相信北京能成功而完美地举办本届奥运会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新生将是80名火炬手中的一员 他表示 达赖斯萨拉姆的基础设施和气候条件都比较好 当地政府为火炬传递活动的安保工作做了认真的安排 他坚信奥运圣火将在达赖斯萨拉姆顺利完成传递 奥运火炬接力在全世界举行 是一场宣传奥运精神 弘扬中国文化 促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交流的一个极好机会 我相信4月13号的火炬接力必将取得圆满的成功 在奥运生活抵达达赖斯萨拉姆之前 旅居坦桑尼亚的华侨华人就早早地赶到了机场迎接圣火 热盼火炬传递时刻的到来 奥运圣火是4月12号晚9点30分抵达达赖斯萨拉姆市的穆瓦利姆尼雷尔国际机场的 早在飞机抵达前两个小时 在坦桑尼亚居住的华侨华人就手持各种标语牌和旗帜 从各处赶来 翘首以待 热切盼望着奥运圣火的到来 来自达赖斯萨拉姆市的艺术家们表演了热情奔放 节奏欢快的非洲传统舞蹈 为欢迎仪式助兴 整个停机坪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 在场的许多华侨华人表示 看到奥运圣火在全球传递 想到北交运会即将举行 他们由衷地为祖国的繁荣强大感到自豪 我们准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从家里走到这儿 但是我们在这儿待了已经两个多小时了 能够在一国他家在坦桑 建设我们祖国首次举办奥运 建设奥运生活在这儿顺利传递 我们感到很高兴 我们心里也感到很兴奋 我们能够看到祖国日益繁盛盛 看到奥运的祖国奥运圆满成功 我今天来是为了来迎接奥运火炬 让我等了很久 但我觉得很快乐 因为今天我能看到奥运火炬 我觉得非常快乐 北京加油 对于4月13号火炬的传递 所有在坦桑尼亚的华人都相信 达类斯萨拉姆市的圣火 接力将会是一个充满和平 友谊和欢乐的社会 一些外国政要或官员近日表示 反对将奥运政治化 认为将奥运政治化的企图必将失败 并且对破坏北京奥运会火炬 传递活动的行为予以谴责 朝鲜奥委会发言人12号在平壤发表谈话 强烈谴责一些不良势力 破坏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传递活动 并表示将积极支持 按照和平与友谊的奥林匹克理念 进行的奥运火炬接力传递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 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切夫 和副主席克利莫夫 11号严厉批评将奥运会政治化的言行 科萨切夫表示 奥运会应该超越于政治之外 俄罗斯必须捍卫奥运理想 对那些企图抵制北京奥运会的人 予以坚决反击 克利莫夫说 某些西方政客试图通过破坏 奥运火炬传递来进行自我宣传和包装 他说不能允许将奥运会政治化的做法 印度下议院议长查特吉11号说 奥运会是全世界的体育盛事 不应该与政治问题挂钩 印方将尽全力保证火炬传递成功举行 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萨马兰奇 日前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专访时说 他反对怀着政治目的利用奥运会的做法 马里青年和体育部顾问穆萨阿萨莱克11号呼吁全体非洲国家踊跃参加奥运会 以表示对中国的支持和对奥运精神的尊重 印度尼西亚国家体育委员会总主席利达苏伯沃11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奥林匹克火炬传递活动不能被用来进行政治宣传 奥运火炬本月22号将在印尼传递 印尼将坚持上述原则 荷兰首相巴尔科嫩德11号批评目前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讨论过于集中在奥运会上 他还重申将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法国社会党左翼参议员让旅克梅朗雄日前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文章 批评所谓抵制北京奥运会的鼓噪和某些媒体的反华宣传 澳大利亚最有影响的大报星期日先驱报13号公布了该报主办的一项民意调查的结果 显示68%的受访者反对抵制北京奥运会 希望澳大利亚运动员能够前往北京参赛 同时呢有53%的受访者认为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应该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这一项民意调查在新南威尔市和维多利亚这两个州总共调查了大约550多名的民众 那么这两个州的人口总数占到了澳大利亚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另外根据报道说呢 澳大利亚青年体育部的部长凯特·威利斯在12号表示说 欢迎奥运圣火按照原计划在堪培拉传递 他说圣火传递的时候 人们应该将关注的焦点对准那些优秀的运动员 加拿大奥委会的主席钱博斯以及加拿大著名的歌手席林迪翁 昨天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 表达了对奥运的祝愿和对于政治因素干扰奥运的谴责 加拿大奥委会主席钱博斯刚刚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16届国际奥协代表大会 并参观了鸟巢和水利方等奥运场馆 普通北京人的精神状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总统举行了会谈 胡锦涛在会谈时指出 中国和智力是好朋友好伙伴 加强中止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深化亚洲拉美地区的互利合作 中方一贯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中止关系 愿同智方一道努力把中止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推向前进 一是保持高层往来加强对话磋商 二是发挥互补优势实现互利共赢 三是扩大人文交流增进相互了解 四是加强多边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巴切莱特完全赞同胡锦涛关于发展两国关系的建议 他表示智方希望同中方一道努力给两国关系注入更大活力 加强两国政治贸易投资农业南极科学考察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密切在国际机制改革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 智方愿意为中国发展同拉美国家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巴切莱特说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在过去30年里取得了巨大成就 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胡锦涛表示在拉美国家中智力率先在减贫方面实现了联合国牵连发展目标 我们对此表示祝贺 巴切莱特预祝北京奥运会取得圆满成功 胡锦涛表示智力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在台湾西藏问题上给予中方宝贵支持 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和感谢 会谈后胡锦涛和巴切莱特共同出席了两国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国务委员戴炳国等参加上述活动 中国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昨天在博敖会见了肖万长先生所率领的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代表团一行 就两岸经济交流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胡锦涛强调当前两岸经济交流合作面临着重要的历史性机遇 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大力推进 在新的形式下 我们将继续推动两岸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 继续推动两岸周末包机和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磋商 继续关心台湾同胞福祉 并切实维护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 继续促进恢复两岸协商谈判 胡锦涛对肖万长先生一行前来出席博敖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表示欢迎 肖万长说 他自2003年以来每年都率团出席博敖亚洲论坛年会 受益良多 肖万长表示 两岸经济密不可分 长期以来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一直发挥着稳定两岸关系的正面作用 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 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取得进展 得来不易 现在是一个新的开始 希望尽快启动两岸周末包机 并实现大陆居民来台湾旅游 希望能尽快恢复两岸协商 以利交流与合作 希望能正视现实 开创未来 搁置争取 追求双赢 为两岸关系开创互信 互量 互助 互利的新时代 在认真听取了肖万长先生的意见后 胡锦涛说 事实充分证明 开展两岸经济交流合作 是两岸关系发展中最有活力的因素 是增进两岸同胞福祉 扩大两岸共同利益的有效途径 胡锦涛指出 近八年来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两岸关系屡屡出现波折 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也因此受到严重干扰 这种局面是两岸同胞都不愿看到的 在当今世界经济竞争更为激烈的形势下 两岸同胞应该抓住难得机遇 共同应对挑战 切实加强合作 努力共创双赢 胡锦涛强调 实际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所系 共同利益所在 当前两岸关系正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 两岸同胞加强两岸交流合作的愿望 进一步增强 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 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两岸关系的前途 应该掌握在两岸同胞自己手中 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信念 不会动摇 希望两岸同胞携手努力 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会见结束时 胡锦涛请肖万长先生 代为转答对马英九 吴伯雄 连战等人的问候